今天我们来到大别山 在山上找了一个小水库 由于今天下着雨 山路不是很好走 所以说咱就不到里面去找吊位了 在这个大坝的边上随便找一个吊位 然后这里好落脚 我们就把吊位选在这里 吊在这个前方 说干就干 咱先开点耳料 睡面也打点窝 等一会来试试这面鱼口 走到底是怎么样 桌上浮飘 试了一下这边水深 大概有个两米五的水深 用这个鲫鱼干掉起来 应该是手感还是不错的 耳料也醒好了 我们来到这里 前前后后也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了 也不知道窝里有没有发窝 我们先挂上两个措 试试这边鱼行吧 终于漂亮 这里的水深也合适 用这种鲫鱼干 我玩起来我真是手感非常爽 还是两条 还是两条漂亮 我们先把它给它操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山里的山里的鱼就是和我们 外面的鱼也不一样 长得是非常漂亮 颜色也非常好看 个头也不小 我们先把它放到桶里 再来一干 又重 好快 好快 又来了 这条也可 这条小了一些 现在在山里 钓到这种小鱼 胆也就不入户了 给它放了 太小 等着希望它来年 能长大一点 又重 这条也可以 这条也可以 这条感觉也不小 漂亮 这杆子的腰力还是非常足 掉这种鲫鱼 真的非常非常爽 挺活跃的一条鱼 还不错 应该有个一两多了吧 先把它放到桶里 待会再说吧 又重 漂亮 又来 又来 再条小了一些 直接给它飞出水了 这条鱼啊 隔头也是不大 算了 咱们不要它了 依然选择放牛 再来 又重 哇 这条可以 这条也不小 这条也不小 漂亮 在这种水库里啊 钓到这种鱼 手感还是非常棒的啊 漂亮 又是一条漂亮的小鲫鱼 长得非常漂亮 也非常健康 鳞片也没有掉啊 先放桶里啊 漂亮哈 这山里的天气啊 真是说变就变 突然一阵一风吹过来啊 感觉这个背后冷嗖嗖的 我是有点受不了了 咱在晚上一干 我也就要把衣服拿上来了 哇 又重 哦 已经没有刚刚那么惊喜了 这里的鱼啊 个头普遍都不小 我们把这条鱼啊 给它大家整上来 然后我们去车上拿个衣服 待会再过来钓 漂亮那条小鲫鱼啊 干干净净 清净爽爽的一条小鲫鱼 给大家看看 我们这一会儿 两个多小时钓的鱼货啊 然后这里的鲫鱼 个头都不错 像这种二三两的 一二两的鲫鱼 是非常多的 如果钓友你也喜欢钓鱼 记得关注一下连地 感谢各位钓友支持